昨天晚上露营在4000多米海拔的高山草原上 因为我和儿子都高反了 天刚亮刚刚就准备带着我们去巴塘 因为那里海拔地 从露营地出发20多分钟 就经过了世界高城礼塘县 这就是礼塘呀 号称天空之城啊 海拔4000米 行驶在草原上能看见很多土拨树 忍不住又找个服务区停下了 没有给咱了 给他这个事 给他吃吧 看着啊 不是说这个东西不看人吗 就是的 为什么看见我就跑了 给你给你两个爆米花吃吧 没有拍到土拨树 刚刚觉得不过瘾 又跑回车上拿来设备 准备给土拨树家里装个摄像头 就别把我摄像头给我站进去 装完摄像头 我们躲在远处 过了一会儿 这土拨树还真的出来了 但是他好像对爆米花不是很感兴趣 看了几点摄像头 溜子大吉了 告别了土拨树 继续往